文殊似礼 夜云 万诸似礼 似云妙首 翻成中国语似妙首 又翻成妙吉祥 也翻成妙德 是诸佛之死 在这个地方 我们要特别注意 我们想成佛 佛怎么成就的 那么这个地方 你看 没有离开妙 妙首 妙吉祥 妙德 这是诸佛之死 这妙到底妙是个什么 妙是自信本具的智慧 仙首大使 还原惯上四德 第一个就是妙 随便宜是自信不弱 是自信不弱 把随便宜 把随缘妙用 表演的灵力尽致 真妙啊 能随一切 也燃精月 我们将顺金逆进 善月 我月 通通溃 随顺 也尘不燃 这就是妙啊 那不妙是什么 不妙就燃住 什么叫燃住 起心动念 就燃住了 分别执着 是严重的燃住 无论顺金逆进 善言无语 六根接触 不弃心 不动念 不分别 不执着 妙啊 这就妙用啊 用 这个字意思很广 自用 成就自己的 亲近平等 他受用的 成就他 断悟修身 专迷为悟 专返成神 这是他在他 那妙用啊 自他都妙啊 所以佛心上 将那妙 妙会 智慧 这就是诸佛之诗 这跟我 释迦牟尼佛说的 释迦牟尼佛 臣服 文殊 私利 诸佛之诸佛 过去 无恙俗祝福 这是无数无尽 那些祝福如来 见识 文殊私利 弟子 这过去 那将来呢 当来的呢 亦是其 为神的所致 将来 我们这批 修行的人 将来 臣服 也是文殊菩萨 为神力 所加持的 文殊菩萨 代表 自信 菩萨 譬如 世间 小儿 有父母 文殊者 佛道中 父母也 我们修佛的人 没有离开 亲职 总是 佛菩萨 看作是一个人 来求佛 菩萨 加持 有美效 有效 不什么有效 但是你不会 开悟 因为你有 亲职 你亲职破点 时候 你会开悟 你不知道 文殊菩萨 从哪来的 自信 薄 我们心有感 他来 映画 他是 自信 薄 弱 的 化身 这个道理 一定要 懂 阿弥陀佛 从哪来的 阿弥陀佛 是从自信 薄弱 智慧 功德 这所成就的 没有智慧 就没有四十八月 没有四十八月 就没有五节修行 没有五节修行 就没有极乐世界 佛说 心心 舍变 这是真理 极乐世界 也不例外 世间 小儿 离不开父母 离开父母 他的生命就死掉了 是有道德上 不能离开智慧 智慧 还得加个字最好 定慧 为什么 会从哪里发 从定中发 心定不下来 就没智慧 心要定下来 必须要能识 能放下 什么都能识 没有一样是真的 便用法界 虚空界 是一个自己 就是自己的真心 一切法 是心心 是识别 一切法 不离自信 一切法 就是自己 你能常作 如实观 把这一桩 事情 真实 别着急 着急 就错了 为什么 心完全定下来 死是真相 就见到了 着急 这个心 见不到 所以不能着急 所以不能着急